那什么容易发病呢 跟人体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重点在这个节目要讲什么 肺火 咱们讲过心火 肝火 还有胃火 到时候我们就讲肺火 肺火 其实在古代 《皇帝内经》里边 没有这个词 更多的是什么 肺热 肺热 跟肺火 其实有相似之处 那我个人的理解 火是热之急 热是火之鉴 只是程度不同 所以当肺热到一定程度 可能就出现肺火 当肺火通过治疗下降了以后 可能逐渐又到了肺热的阶段 所以程度不同 区别了肺火跟肺热 肺火 肺火也有虚火和食火之分 在临床上 我们是可以见到这样的病例的 《皇帝内经》最早见到肺热这个词的时候 在哪里见到呢 它是在肺热 肺热片 内热外感的一种表现 临床上可以见到肺热造成的疾病 更多的是呼吸系统疾病 那从这点来说 肺火其实主要表现是肝咳无痰 痰中带血 自汗到汗 咽痛生痒 这几个症状是肺火表现得比较明显的 肺热盛极 化火则为食火 肺阴虚 而生火则为虚火 所以这个虚火跟食火 临床上我们是怎么区分的呢 用下面的病例 来给大家解读这个虚火跟食火的差别 我们平时其实更多是 心火看的是舌苔 舌头 肝火看的是眼睛 肝火上眼 眼睛一定红 而胃火我们往往看的是牙齿 就是牙疼 胃火是多见的 而肺火我们更多是看哪呢 咽喉 老百姓说的嗓子疼 谁属